台南市當局的學生國秀的面積 最近是疑似海系列審 這個東西都是本來的壓平 讓學校是冠軍報警處理 也連絡面積的官方 中心開設新的專業 台南市府也強調說 會跟中央合作家庭主案的管理 也要建立更加実施的感官機制 學校的連書專業 竟然變成設置壓平的北台 對這五月北方 只有每天都有放幾人去壓平 讓學校的課金報警來處理 當時也連絡電書的官方 比較建立新的專業 但是因為當初是 建立這個專業的時間是很久 但是發生之後 學校的管理領案 況下也都去用疑惑 沒辦法馬上來修改 因為什麼海科會 占對學校的專業來攻擊 學校也都不知道 不過家長已經有一點煩惱 如果哪一天入侵了是國防部的 這個重要的內部資訊鏈結 那更是值得我們要注意 不管是政府的官網 或是學校的臉書 都應該要好好的來做好資安工作 台南市府表示 將會跟中央合作討論 加強主要管理 也要建立更加快的感官機制 慶祝也讓民眾 不管不及點 這裡是電路不明的連結 只可以拍片教授的海科攻擊 這裡是多用 記者我們政府 台南報道